好 再把镜头转到南台湾 本来打算兴建在乌山头水库附近的 咏洋事业废弃物掩埋场 很早就通过了环平 不过环保团体认为业者提供了不实资讯 因此告上法院 而今天二审宣判的结果 业者跟顾问公司都被法院依未造文书罪嫌 分别判刑一年跟九个月 这也是国内环平史上第一起 因为环平登在不实而被判刑的案例 阿公阿嬷高举不调八九年来不断抗议 坚决反对咏洋事业废弃物掩埋场兴建 好保护乌山头水库附近的水源 不轻言放弃的他们终于等到了好消息 周二高等法院台南分院宣判 业者和顾问公司所做的还收书 登载不实 也就是故意写错误的资料 因此分别判业者和顾问公司人员 一年及九个月的有期徒刑 永阳公司在还收书指出 垃圾厂离断层有十公里之远 不过事实是断层就通过场址 而且下方还有地下水流动 不过这些通通没被写进去 还评委员在错误的资讯下 让他通过还评 对此环保团体认为 这也凸显出还评审查机制有漏洞 面对负责人被判要关一年 永阳公司发言人表示再开会 要等收到判决书才能回应 至于还评委员依据错误的资讯 做出让还评通过的行政处分 是不是要撤销 台南县环保局表示再研议 这份判决被告不得上诉 也创下还评史上第一件 因还收书登载不实 开发单位被判刑的记录 记者 邻居们 谢麒文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